中华只放兄弟像在桃園球场跟Lamigo桃園进行三连战的第一场比赛 两队的攻势都集中在第一局各拿下了一分 一直到了八局上半兄弟像才打破僵局 周思琦敲出了胜利打点 最后兄弟像以三比一打败Lamigo拿下本季最长的七连胜 首先来看到一局上半兄弟像的进攻 第一棒花花张正伟 面对Lamigo先发投手雷利 花花把球打到了中外野方向飞过了中外野手 形成了一支二脸安打 虽然接下来的二三棒都没有安打出现 不过带有推进的效果 加上第四棒的周思琦补上了一支弱点巧妙的安打 让兄弟像率先得分 但是在一局下半换到Lamigo反攻 三壘上有跑者的时候林洪玉 一支中外野方向的安打扳平了比数 但两队的得分攻势在打完一局之后都停了下来 接下来的六局都没有得分 两队的僵局一直来到了八局上半才被打破 兄弟像在二壘有人的时候 又轮到了周思琦 这球虽然切到 不过运气非常好 三位野手都冲过去 可是没有人接到球 让得点圈上的跑者跑回本壘得分 兄弟像超前了比数 而接下来九局上兄弟 陈志宏再敲出了一支高飞牺牲打 为兄弟像添加保险分 最后兄弟像就以3比1赢球 拿下本季最长的七脸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